就要記得有個反射動作 要出現一個禁止不搭連結原則的針點 有沒有疑問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以上是關於行政法一般原則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正當行政程序的部分 有時候原則上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行為的作成 要符合一個基本的正當行政程序的要求 就是我們這個章節要討論的內容 那在談之前有一個應該講 就是為什麼正當行政程序 或者我們講再尚未概念一點 就是為什麼一個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近年來在行政法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 越來越重要 其實你會知道 你應該不知道了 因為你們年紀還輕 當你們一開始學行政法的時候 正當法律程序就已經很重要了 可是在更古時候 其實大多數的看法都不太重視正當法律程序 那不太重視正當法律程序 他們的想法都是 反正最後我實質上判斷的結果正確就好 那至於經過什麼樣子的過程呢 他們覺得這個並不是非常重要 有可能我經過一個非常複雜的程序 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正確 那有可能經過一個很簡單的程序 但出來的結果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的是 去設計我們上一堂課談的 就是剛剛談的一些實體上的一個行政法的一般原則 來因此去達到行政機關所做出來的結果是實質正確的結果 認為這樣就足夠了 至於程序呢那是知為莫且的問題 所以以前那是不太重視 以前行政法的學習呢並不太重視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那開始這種事大概是因為造死於劉美的學者回來的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打美國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呢可以帶了進來 當然人數變多這件事情呢不是最關鍵的了 因為人數變多 但如果這個概念呢不太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 它也不會重要 那當然就是因為有它的一個道理 那這個道理呢不會太難理解 葉俊榮老師呢曾經在他的書上呢舉過一個例子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說明 他舉的是一個預言故事 就是索羅門王的一個預言故事 他是說在索羅門王那個統治的一個區域內呢發生了一個案件 就是他兩個兄弟的爸爸過世以後呢留下了龐大的遺產 然後兩個兄弟呢在分遺產的時候呢 僵持不下 然後僵持不下的情況下就是要找等裁決嘛 那一路爭執一路爭執 然後鬧事情鬧得很大以後呢 都沒辦法處理 所以就到了索羅門王的面前呢 請求索羅門王來裁決這個遺產 既成的一個糾紛 那索羅門王會發現說呢 大家爸爸留下的遺產呢實在是太多了 太複雜了不論怎麼分呢 都沒有辦法達到確實的等分 就是因為遺產我說過太過龐大 那確實的等分這件事情呢 不太容易做到 那你只要沒有真的是確實的二等分呢 這兩個兄弟誰都會不服氣嘛 那考量到這種狀況呢 那索羅門王就說他的做法就是 我不去不去費力的去找尋那個確實的二等分 他改從一個程序上去著手 所謂程序上去著手就是 假設是兩兄弟甲跟乙 他說不然你這樣子 我讓甲你呢先去區分這份遺產 由你來把這個遺產分成兩份 然後讓乙呢先來選 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來解決了這個遺產基層的糾紛的問題 那這個方式他秉持了一個想法就是問我說 因為假是先分的 可是假不是先選的 所以假在分的時候呢 會盡量趨近於他心目中合理的二等分 那乙也不用擔心 假分的不公平 因為乙有先選的權利 這樣理解嗎 那就就這種方式呢 那假以兩兄弟呢都可以接受 那這個遺產糾紛呢就得到解決 但你會發現 假二等分後的那兩份遺產 真的是實質上的二等分嗎 其實並不一定 所以這個案例就是說 所謂的解決方式是 他不去計較不去執著於 我非得要達到一個實質上正確的結果 他反而從程序上去設計出一套兩個兄弟都可以接受的解決的程序機制 然後藉此來處理這個困難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作用 那從這個案例都會發現說 為什麼近年來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呢 在行政法領域裡面越來越重要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行政法領域裡面現在的國家行政任務呢 越來越複雜 那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 你很難在這麼多複雜的案件裡面 每一個案件你都能夠找到一個實質正確的唯一決定 這件事情是越來越困難 那因為越來越困難呢 那我們必須呢 讓所有的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呢 都可以對行政機關的決定呢 心略臣服的接受 但因為那個唯一實質的正確決定呢 不太好找出來 所以一個另外一個方向的解決方式就是 我透過一個正當法律程序 讓所有人都來參與這個決定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大家都參與了 大家都充分表達意見了 那最終出來的結果呢 大家接受的可能性呢 也就會來得比較高 縱使最後的結果呢 不是那一個真正正確的結果 縱使是這樣子 大家也比較能夠接受 那這個就是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例子就告訴你說 為什麼越來越重要 那是因為 國家任務裡面呢 就是越來越難找到 那個唯一正確的實質決定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呢 藉由這個案例呢 你大概就可以體會呢 正當法律程序的作用 跟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談一個 從憲法上談下來的 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大家如果念過憲法呢 應該對於這個體系呢 稍微有點點基礎 就是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稍微概念下呢 我們會用兩個標準呢 去建構一個類型化的體系 一個標準就是看 這是屬於對人民權力的事前限制的正當程序 還是屬於事後權力救濟的正當程序 如果是權力事前限制的正當程序 我們會再依基本權力種類 作為標準的再類型化 如果是人身自由權限制的正當法律程序呢 憲法的規範依據 是來自第八條的要求 而自憲者呢 對這個正當法律程序呢 有做出了一個基本的價值決定 也就是說對人身自由權限制呢 在逮捕拘境上 只能夠警察或司法計劃來做 審問處罰只能夠法院來做 逮捕拘境在24小時內要移送 這是自憲者在第八條做出的一個基本的決定 當然除了這個基本決定外 另外後來呢 陸續有答案解釋呢 再進一步闡述呢 對於人身自由權限制的正當法律程序呢 要符合什麼樣子的一個要求 那因為第八條呢 所以產生了人身自由權這個分類 然後再產生了人身自由權以外 其他基本權力的分類 比如說呢 像是491號結束提到了 你要把公務員免職呢 你要經過什麼樣子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這是來自於憲法18條保障的 扶公司權的組織即程序保障功能的要求呢 必須要形成這樣子的正當法律程序 那另外一塊就是屬於 潛力被侵害以後呢 人民事後的權力救濟的正當法律程序 那這一塊呢 在目前大灣的一個見解呢 憲法的規範依據呢 都是來自於憲法16條 16條訴訟權的保障 但在行政法的學習上 還多了一個叫做訴願權 因為我們有訴願法 有訴願程序的一個存在 那主要當然是來自於 司法權性質的訴訟權的保障 所以就會去討論說 訴訟權保障內涵裡面存在有哪一些 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 那這部分也是一種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概念 那體系大概是這個樣子 整個類型化的體系 就是按照兩個標準來分類的 按照那個標準是 權力的事前限制的正當法律程序 跟權力被侵害後的 事後權力救濟的正當法律程序 那如果是事前限制的部分 會再分是人身自由權限制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還是人身自由權以外 其他基本權力限制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那事後的部分主要就是談 先法16條訴訟權保障內涵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我們行政法的學習主要是在 不是主要 行政程序法的規範主要是在 權力事前限制這個部分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就是要領用它的